C語言 C語言是全世界流通性最高的程式語言 不論你使用Windows或是MacOS 無論您身在哪個國家 只要你能夠輸入文字 就能寫C語言 正如你所見 我是使用筆記本來編寫程式 一般C語言的程式 我們會將其存成副檔名為.c的檔案 有了程式以後 我們還需要一個編譯器 才能將程式翻譯成電腦能理解的二進位數字 這樣電腦才能執行它 今天我們使用的編譯器是GCC 這是C語言的通用編譯器 您可能需要下載並安裝它 編譯的方法 可以直接在終端機裡輸入GCC 空格 程式檔名即可 就是這麼簡單 有看到多一個檔案嗎 那就是產生出來的可執行檔案了 寫C語言程式 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些程式的元素 首先是函式的變數 像是main的這個區塊稱之為韓式 它是C語言的程式進入點 程式開啟後就從這裡開始執行 韓式的組成包含回傳值的形態 韓式名稱以及傳入的變數 在韓式的最後 需要回傳一個和回傳值形態相符的執行結果 再來是變數 變數的形態基本上有這些 INT是最通用的整數 所以我們先全部都用這個就可以了 指定形態後 就可以將這串文字宣告為變數 分號是一段程式描述的分格符號 不過一般我們會在分號後直接換行 看起來比較整齊 了解了以上內容 再來就可以開始基本的程式設計了 要寫程式 首先得知道要寫什麼程式 然後才是怎麼寫 我們先假設我們要寫一支程式 用來比對學生的成績 然後進行排名 這樣目標就很明確了吧 再來就要知道怎麼寫 C語言的控制指令比較常用的有 其中if-else與switch-case是類似的功能 為流程決策指令 用來透過條件選擇執行的程式 for和do-while是回圈 用來透過條件重複執行一段程式 這些指令的語法 基本上都是指令加上條件設定 加上要執行的程式內容 例如if a1 意思就是如果a變數的值1成立 那就執行區塊裡的程式 否則就不執行 另外for是回圈 for回圈是透過計數一個數值 來決定重複執行一段程式的次數 例如for i等於0 i小於100 i等於i加1 意思是數值i從0開始 每執行一次i就自動加1 等i達到100就停止執行 所以就是重複執行程式100次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實際來看一下這段排序的程式吧 這段程式內容有分為幾個部分 首先這裡有兩個函式 分別為main函式和sograde函式 看名字就知道 排序的運算應該就在sortgrade函式裡面 main函式的內容 分別是一開始定義了兩個變數 然後執行了兩個函式 最後印出排序的結果 在宣告變數的部分 grade後方有一個中刮弧 這樣就是把一個普通的整數變數 擴展成正列的意思 而刮弧中一般可以明確地指定 正列元素的數量 如果維持空白 那變異器就會自己計算所需的數量 因此 這行就是宣告了一串包含五個整數變數的正列 另外這個n為整數變數 數值為整個正列的大小 除以一個元素的大小 這是典型的計算正列數量的寫法 算出n等於5 因此後面這段程式 就是透過回圈 把全部的成績都印出來 再來我們看sortgrade函式 呼叫時將全部的成績和數量提供給韓式 接著在韓式中執行了兩個回圈 i回圈為0到4 執行了4次 而接回圈的執行數量會隨著i增加而遞減 因此整個回圈執行的次數分別為 4次、3次、2次、1次 共10次的比對 如果後面的數值大於前面的數值 就進行交換 等於一次次的把較高的數值推到前面來 這是標準的泡沫排序法 了解排序法的好處 如同熟記數學公式一樣 可以加快程式的建構 再來要說明一下領域的概念 c元的變數是有分區域變數和權域變數的 而韓式則沒有這個限制 前面我們有提到大瓜湖指定的程式的範圍 也就是每個大瓜湖就是一個獨立的區域 不同區域中所宣告的變數是不能共用的 例如我們建立了兩個單獨的程式區域 其中一個宣告整數a等於10 這是另一個區域 是不能存取a變數的 因為它根本就不認識這個變數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在main韓式呼叫sort grade韓式的時候 就有把grade陣列提供給這個韓式 作為這個韓式的區域變數來使用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grade陣列的宣告 放在韓式的外面 那就成了權域變數啦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把它提供給sort grade韓式 它也能正常存取grade陣列啦 最後我們來說說指標 指標是一種用來儲存記憶體位置的變數 它在c語言中 可是像外掛一般的存在 因為一般其他程式語言很少有能直接存取記憶體位置的 而在c語言中 不論變數或韓式 甚至指標本身 都有一個獨立的記憶體位置 因為變數需要記憶體來記錄數值 而韓式需要記憶體來儲存程式內容 我們如果把這些記憶體的位置提供給指標 那不就可以透過指標 來修改原本的變數或程式的內容嗎 這不就是傳說中遊戲修改大師的典型功能嗎 透過找到儲存主人公能力數值的位置 我們不就可以把主人公的各項能力值挑滿 這樣主人公也不用慢慢攻略 可以直接在遊戲中當王 喔不不不 是成為勇者來拯救世界的啊 回到正題 在宣告變數時 如果在名稱前加一個信號 就可以把它宣告為指標 現在 假設我們的程式就是遊戲 其中有一個變數 是我主人公的能力值 如果我把能力值的位置指定給指標 那我就直接可以把各項數值都改滿啊 指標是不是很神奇呢